大家好 繼續說下去 很冷 可能大家會問我 為什麼不穿衣服 因為懶惰 還想著有熱 免得穿來穿去 剛才我一段影片 騙了大家看 明明說短線 你又說一段長線 我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支持我 剛才我看看這條路 Google Map 竟然沒有這條樓梯路 但也不要緊 我覺得有路就行得了 基本上 就走回去 還有有時候 Google未必收到山路 而且這條路很正確 大家可以看這條路 所以又不危險 不過我要小心小心 繼續說一段短線 我自己定義 記住 所有今天說的 都是我純粹個人經驗分享 對 毫無任何參考價值 哈哈 問你死了嗎 短線投資 老實說 很短的 這個 day trade 我是所謂的 可能是即日 一開始就買 接著可能收市你就買 或者你設定了買出價 另外week trade 可能星期一你買 有機會這樣說 星期五就放出去 那這種的策略呢 就是保持現金流 是的 保持現金流 就是說我不理它那個 所謂 啊 賺多高 升多高 是的 我都會放的了 蝕來講都是的 喂 它一跌少少 我就放了 因為可能呢 我不能夠承擔損失 或者我只是承擔損失 程度很低 OK 那我自己 我自己 純粹就會這樣去看那個 所謂的短線投資 OK 那我自己都有玩的 都有玩day trade的 那就是 啊 day trade 怎麼說好呢 啊 我自己做的功課 都是的 就是每天看新聞 看看那天 有些什麼的新聞 會影響到那個行業 或者那個公司 你會覺得有機會 那晚那個公司是會升的 OK 或者會跌的 OK 是 那 所以也是要做功課的 其實是的 因為每天的新聞都不同 突然之間說 這間公司 出了它的財報 每季 那些是每季出的財報 那出了之後 就說 哎 它突然間上季的利潤很高 突然間就會刺激到它股價 是的 又或者突然間政府 講某句話 是的 想控制 或者想管 就是control這個行業 突然之間那個行業 就會跌 OK 大家股價就會跌 是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是的 那麼 這些我們叫做 就是炒消息 所謂炒消息 是的 所以這個就好看你做功課 做得像不像底 真的 是的 因為消息有利好 和利淡消息 利好的意思是 它會刺激股價會上漲 利淡就是會令到它跌 是的 那你就要看 你會看回社會 它那個所謂 消息 那天 或者那幾天 對那個公司 或者那個行業的影響 那就買它升 我說買它跌 OK 那買它跌 當然我們就叫沽空 OK 沽空 那不說沽空 說一般升 因為升是風險比較低 就是說你真的辭了貨 你真的買了貨 我當假設 真的那間藥廠 突然間說 德國 批准它臨床實驗 那個有效 又類似這樣 嘩 那這個還不是怎樣 當然你說 不是 再長遠下去 可能是 最後失敗的那個測試 但起碼 這一刻 是有利好消息 那你就試試買少少 OK 那買少少 我自己來說 那我都會 剛才說到我都會買的 那這個呢 有少少是以大駁 以大駁少 是的 這個是以大駁少 是的 可能是它六七十塊 假設 那我有機會升一元 是的 就走了 是的 因為我就是拿它一元的升幅 是的 那可能 真的買一千股 是的 買一千股 那升一元 就贏了一千元 是的 一千美金 那一千美金 也不是很多錢的 就是八千元港幣 所以就要每天要很努力 其實真的 每天要很努力去看新聞 是的 利好消息 利淡消息 說利淡的操作 你覺得它會跌 沽空 OK 沽空風險高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是沒有那個貨的 沒有那個貨 我就買沽空 是的 但是之後什麼意思呢 你要平倉的 就是說 如果它 股票是跌 真的跌 你買它跌 沽空的意思是你買它跌 我低位買回 是的 那就平倉了 是的 那我就會賺錢了 就是說它跌一元 我就賺錢 但是如果你說 哎呀百利的街了 它升了 它升了一元 那你也是叫平倉的 是的 那我就虧了一元 我虧了一元 因為我沒有貨 賣出去沒有貨 我必須要買回貨 那叫平倉 可以嗎 平倉 是的 這些technical term 可能我未必這麼精準 但是不要緊 我也說了 這個分享 並不是一個很專業的分享 我純粹個人理財分享 是的 但是要很小心操作 真的 所以有時候 如果有一些 有些 升幅 我明明覺得它 是下跌的 是的 但是真的升 那你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是的 那我買得少的 可能是虧了幾百元美金 就是價錢 有它多放一會 可能它會下跌呢 但是Anyway 你一定要 永遠都是的 要設止虧位 是的 要設止虧位 我一元就承擔不起了 放了 是的 放了 即跌了一元你就放了 或者升了一元我就平倉了 是的 總之就不要入獄 是的 我經常說一句 不要入獄 有很多人不捨得放 其實我們很想說 是的 不捨得放 這個呢 是大忌的 為什麼停一停呢 因為很多這些牌 寫著什麼land formation OK 那這個也曾經是那些volcano OK 好了 慢慢繼續走下去 現在走的路就是這樣的路 大家看看 哇 這些就是山路來的 好玩的 那 那 前面的人正在走 那我繼續很小心地走下路先 那 剛才說到 止虧位 止虧位 止賺位等等 那 那這些大家要很小心的 是的 因為 不要不捨得 是的 因為 你的本金虧了就是虧了 如果你繼續不捨得 一路跌下去呢 你更加不捨得 你經常說會升的 會升的 但是喂 幾時升呢 你有沒有一個眼光 是的 這個行 這個股票是不是真的將來會升 你要問自己這些問題 是的 沒有理好消息的 那怎麼搞 一路跌就跌到 趴街 是不是 不可以的 是的 所以你記住我經常說的是什麼 短線 中線 長線 長線 Tesla跌就跌了 就算我假設你是去年7月買 1200點 OK 限錢 記住條件我經常強調是限錢 行不行 限錢 等到三年之後五年之後升到四千五 你怕什麼 是不是 1200點升到四千五三倍 那你五年升三倍 十年了 好嗎 十年升三倍 都OK了 是不是 都收貨了 所以你帳面上你虧了 你會不開心 但是 你要控制自己 你會不會不開心 如果你說 最後一倍 1200點跌到六百 你已經不開心 老實說 你真的不要玩故事了 這個是跟你自己個人的承擔能力有關 行不行 所以短線 剛才說的短線更加是 短線純粹看那天 或者那個星期的新聞 去看它升還是跌 是啊 嘩 我又看到袋鼠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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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就是來行山 嘩嘩嘩 嘩嘩 看到嗎 看到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野生動物 香港看不到 那我嘗試退後走 我給大家 之後有機會 他經常都 又有一隻了 又一隻了 去哪裡 哈哈 哈哈 在牌後面 剛才我肉眼看到的 但是呢 通常都是的 講個好消息給大家聽 我那部OSMO Pocket Pocket 2 寄到回來 香港寄到回澳洲 遲些我可能在手機旁邊 會再裝到一個OSMO Pocket 遲些前後螢幕 我回去剪片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前面 我看到些什麼 嘩嘩 哈哈 我滑倒了 OK OK 沒事 大家走 因為我想反望給大家看一下 有兩隻袋鼠 一隻 兩隻 彎要 其實那邊還有 這裏 這裏 看不到這裏 是不是再遠一點 這裏有一隻 我經常退後 但這裏比較斜 比較鬆 沙石比較多 我要好好照顧自己 不過呢 我都很想給大家看袋鼠 走了 走 走 走 大哥 來這些地方 當然是看袋鼠 其實因為我有個燈 射著我自己的臉 所以可能他有看到燈 他覺得很有趣 等他看著我 你看見到嗎 這隻呢 這袋鼠多近 很近 其實呢 都是那一句 你沒有攻擊他走 他走 野生動物都是會走的 OK 當然不是屍子老虎 屍子老虎 看到我就咬我了 哈哈 OK 他走進去了 但是在後面 看得很漂亮 天色都差不多 好冷啊 我的手真的好冷啊 現在 唉 我繼續了 繼續走這裏下去了 因為反正都是Google沒有路的了 那就一路走下山 因為都見到城市了 那又是了 又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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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完了沒有 哈哈 搞到 我都忘了 我要講的 講完了沒有 短線講完了 是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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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結論 大家講的結論 就是要看新聞 我最想講 其實一個知識 是的 我絕對不是說很厲害 真的不是很厲害 今天都是這個所謂班門弄下庫 真的 但是很想分享給大家看的 當你不喜歡的時候 你看多點 看多點 那你就會 懂少少 我絕對是懂少少 那 最後 耶 有這個牌 我想是一些進口 其實外面都是一些城市 這裡都寫了 Mount Taylor 我已經下山了 You are here 我見到了 Kaneda you are here 我在這裡 OK 我在這裡 那我家的Kerton 就在這裡上面 這個位置 我從這裡走過來 OK 這條片 錄到這裡 多謝大家一路陪我行山 我最感激的 多謝大家 還有都是的 講投資的東西 我想我都 啊 大師 多謝皮特哥 又有一隻 大師和大家 say goodbye 大家繼續 加油 Good luck to you 拜拜